作词 李宗盛 作为大德不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金本 请看经文 奢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心信要 欲申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申则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奢我得佛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细念我国 执重德本 自心回向 欲申我国 不果遂者 不取正觉 这是四十八院当中 主要集中谈的 奢受众生 往生 净土的院 又称为著名的奢生三院 这三院是我们能佛往生的 重要的条件 我们要加以了解 先看第十八院 十八院就是 十念 皆生 我国愿 有时候会把十念解释为十生 但这里我们也得要辨识一下 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从观经的下品终生来看 念和称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念还是从意念 心念来谈 就是对于非常散乱的众生 他心念不住 就让他称名 虽然是称名 他又由这个音声带动他的念头 所以这个十念应该是 要理解为念和生统一的十念 只要具足这十念 都能生到我国的愿 大概的愿目的意思 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 至心信要 这是紧接着第十七院 十七院已经谈到 他方世界的祖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 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 以及国土的功德 那这里十方众生就听闻到 这样的一个净土的法语 就自心信要 以自成心 自信心 自药心 发出愿往生的心 这就信愿具足了 在这种情况下 乃至十念 这乃至中间内容还包含着上志 要把这个说出来 就是他具足信愿一定会尽行受的去念 多多一善的去念 但如果没有生活工作条件不允许 最低限度也要念十念 不仅仅是说就是十生的问题 如果这样具足信愿 乃至十生 十念念佛 如果不能往生的话 就不取正觉 但这一愿 有一类众生除外 不再奢受之列 就是围除造作忤逆重罪的 同时又诽谤正法的人除外 从这个愿来看 我们体会到这是阿弥陀佛的 这种大慈大悲的 平等普度的这样的愿心 失授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净土 这里可以说是 没有失色任何高门槛的条件 非常简易 单刀直入 就是信愿持民 我就来失授他往生 我们讲这句净土法门是 自检自益 自圆自盾 也就从这一愿里面 可以体会到 中国的周易讲这个 乾坤两挂 这个乾是纯阳 他推到极致的时候 就以义 义为他的智慧 这个坤就以他的简 简单的简为他的功能 你看这个乾坤两挂的极致 就是简易两个字 那我们看前挂 类似于无量光 坤挂类似于无量寿 所以我们也体会到 无量光寿的极致 在结引众生的方便上 也体现了简易的特点 这个简易就是 知识名号 不假方便 不实施任何条件 那正因为这个法门 自简自易又自圆自顿 所以他就难信 这个男性之法 从十八院都能体现到 因为极乐世界 它是一个一真法界 佛法界 那你十方的众生 又没有断烦恼 也没有什么修行 你怎么就称念佛号 乃至十念都能往生 这是一般的 世间的逻辑想不通 初世间的因果 也说不通的事情 这十生怎么能往生 它的原理 还是建立在心佛众生 等无差别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感应到焦的结果 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体 与阿弥陀佛所证得的 那个是平等不二的 是一体的 就在一体的这个一心当中 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 阿弥陀佛就是我等众生心内的佛 这样拉近了关系之后 那我们只要有能感 就会显现属因 属因的愿力已经圆满了 现在就看我们能感的心 是不是具备了 所以这一愿就谈我们怎么能感得 弥陀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微神愿力 这能感之机就谈 就是这几个这三句话 自信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失念 从修行的功夫来看 没有提很高的要求 但是这里提到的信愿的心态 可是不容易 首先谈自信 你要自诚心 真实心 世界有一句话叫自诚感悟 不诚无诚 不诚无诚 你要真诚 为什么要真诚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 是自诚心里面显现出来的 实相显现出来的 你真才能感真 用虚假的心是感应不了的 感应之道其实很神妙 不仅体现在宗教上 宗教信仰修行上 就一般的众生的互动 都处处体现感应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小男孩 他家里就有很多苍蝇 苍蝇赶也赶不走 常常就在这个家里的食屋上 就是钻来钻去 所以他的父母就很讨厌 既然赶不走的话 他的妈妈就决定 明天到市场去买苍蝇拍子 把这些苍蝇给他消灭掉 那这小男孩听说 也觉得这样不好啊 但是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给苍蝇写了封信 这封信也用他一个童心来写 他写上说苍蝇啊 这是我们的食物 你们的食物在垃圾堆 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 我这是为了你们好 因为妈妈明天就要拿拍子 来打死你们了 他又告知 他写完之后就要把信贴在墙壁上 这小男孩又担心这个苍蝇 看不懂他写的信 然后他还大声地对着苍蝇就念了一遍 就贴在墙上 并且他在那个窗口呢 还画了个箭头 让这个苍蝇你从哪个地方走 标明苍蝇逃生的路线 你看第二天 这些苍蝇果然就没有到他家里来了 这个韩蝇当时被建佛鼓表被贬到潮州做刺事 当地就有一个西河里面就有那个鳄鱼啊 常常出来伤害老百姓 也是一大公害 这个韩蝇一去呢 也就写了一篇 这个字鳄鱼文呢 先给他做了个供养 一只猪一头羊送到水里 就告诉他 现在是太平盛世 皇帝恩德普及十方 你还是到大海里面去吧 说你如果你还不去大海的话 那我是朝廷命官啊 就可能会带着强功应语来对付你们 这篇文章一念一写一记 这个阿谀还真的就没有了 那世间自成感通 现在我们一定要相信 阿弥陀佛的十八愿早已成就 我们要有这个真诚性去感 不能虚假 那这一愿告诉我们的就是 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一定要发出真实 愿往生的心 这是智心 第二个是信 这个智心 要这个智不仅修饰这个心 它贯穿下去也修饰这个性 智性 智性就是你是深信 里面不夹着怀疑的 那在法相中说这个信 它是一个善心法 十一位善法之首 信心就是清静的意思 心静为体 那对于阿弥陀佛名号功德 西方极乐世界超胜十方 足佛的这种刹土的庄严 是我等众生的雇员 对这些要有决定的信心 那信心的内容展开就很多了 那首先你从四项上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 二有 有极乐净土 有阿弥陀佛 真实不虚 要相信六方诸佛 身处广常十项来证明的 这个法语 真实不虚 进而要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 虽能在我们 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 但仍然不除我现前因念之外 要相信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的雇员 说佛世界 是我们需要艳离的绘土 相信阿弥陀佛早已成就的佛 我等众生是未来当成的佛 体性上平等不二 如果从根基和修法方面来信 就有作善导大师说的两种生性 生性现在是罪恶生死凡夫 靠自己的力量戳不了三界 在这种情况下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就给了我们 出离三界的一个强缘 这些都是构成信心的内涵 但这些信心虽然说了 我们也是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产生信心 因为它太超越了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那怎么办呢 那就从养性开始 佛不会骗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说的这个 七方极乐世界的境界 阿弥陀佛的大愿 这都是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 现在为度我整动众生 把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 所以我们能够养性 就等于把佛的开悟 变为了我等众生的开悟 把佛的知见变为我们的知见 这个信为道元功德母 你没有信 夹着着怀疑 忧郁不决 那你这个净土法门 也是很难进入的 这个信产生之后 那就谈至要 要就是一种情绪状态 情感体验 就是他很喜悦 很欢喜 很庆幸 心生大欢喜 得未曾有 要有这么一个信 这是旷节以来不断的流转 终于遇到了一个当生能出三界牢狱的法门 而且是养靠他的就能顿钞的一个法门 他要生起一个好药 而且不是一般的好语 而是制药 就类似于法华经的这些声闻 总认为自己已经震到涅槃了 结果一听大乘的元教的佛法 自己只是在三百游巡的化成 知道五百游巡的保守的腹地辉煌 却发现自己也有份 自己也是一个穷子 原来自己的老父亲 是一个大父长者 只要你点头肯认你这个老父亲的血缘关系 所有的财富都是自己的 所以他是从来不敢想 也从来不会去想的事情 忽然得到了心生大欢喜 自知当作佛 这些声闻期待的只是洋车 辟知佛期待的是路车 全教菩萨期待的是牛车 谁知道佛竟能给了他大白牛车 得未成有 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具足那种信心 如果他觉得这念佛法门听了无动于衷 默然觉得就那么回事 那就这个自要心 自要心出不来 说明他自信心没有 这里他是要有深刻的智慧和善根 才能显现这种 这种情怀的 净土的情怀 在这种心态当中 在欲生我国 这就是发愿 欲就是愿 这个发愿 愿里面就包含着 燕尼娑婆心求极乐的 这两方面 大家想一想 这个心不一定能发得出来 如果你没有对梭婆世界五欲六成的本质 它的无常苦难 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话 你不可能产生夜眉心 还是念念都在留恋 这样的世间 就好像我上着在西安逢华 有个居士提问 觉得人生是很苦 特别是爱情 很痛苦 但又舍不得 这个心 他说该怎么办 你厌离之极 才会产生对极乐世界的那种心目 对梭婆世界要做牢狱祥 火坑祥 苦海祥 活宅 对极乐世界要做雇员祥 清凉池祥 阿弥陀佛做大慈父祥 你这种内心的想念非常的明晰 这个世间没有一点的留恋 虽然你还在做世间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 但内心一定是没有对这些的贪恋执着 这样你才能够谈你对于净土往生的愿成就了 要么都是口头上说的 内心不是那么回事了 为什么要谈真实 而且这也是要谈自心信要 欲生我国 你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是真诚的 厌离娑婆世界的心也是真诚的 是体现在身口一山夜岛 你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是真诚的 是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是真诚的 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就是真诚的